中山警王之后,刘皇叔的真实身份,刘备真的是汉氏后裔。 中山警王之后嘛,刘备生活的年代,寻熊四起,战火纷飞,有野心的人,都想在这个世界上,争得一块自己的地盘。 但是,他又以何种名义去和别人争地盘呢?这便是他自称皇室后裔的人。 但是他为什么会选中山警王呢? 不得不说中山警王刘胜的体能很好,刘胜号九色,实际记载,刘胜有120个儿子,这数量在世界上可以排到第三。 而这一百多个儿子一代传一代,又会有多少个后代?这很难考证,所以刘备选择了中山警王。 因为没人会有那么大的闲心去考证,中山警王会不会有这么一位玄孙。 刘备取得三分天下靠的是个人能力和魅力,现在的质疑只不过有点哗众屈宠罢了。 若是皇族身份真的有用,那取得天下的岂不都是刘氏其他皇族呢? 哪有曹操、刘备、孙权的三分天下?